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在即 新闻中心也在16号正式的投入运作 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媒体记者 大家共聚一堂都关注在哪些议题 又对新闻中心有何评价呢 一块来看我们记者的探访报道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新闻中心16号正式运行 分为综合服务区、媒体工作区、新闻发布区等多个功能区 为媒体记者提供多方面服务 新闻中心的媒体公共工作区 共设有468个工位 供媒体记者办公使用 那么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及地区的媒体记者 他们为何而来又关注哪些议题呢 让我们来问一问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 在新闻中心 随处可见正在镜头前做报道 或是服案奋笔疾书的记者 但他说因为中心的贴心安排 在忙碌之余也能得到慰藉 中心特赦的科技文化互动展示区最为吸睛 以8K全景虚拟实镜等科技手段 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北京的首都风范 引得不少外籍记者争相体验 像我一样 记者在科技文化互动展示区 可以亲身体验到各项不同的飞移记忆 新闻中心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相关互动体验 展示仿古词 景泰兰 金式旗袍等传统制作记忆 以论坛为契机 向世界宣扬中华文化魅力 凤河卫视陈其曼 周永逸 邝腾节 在北京报道